Hello 大家好 我是牛牛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视频呢是想给大家做一个秋节的购物分享 就是分享一下我在今年的秋天 总共买到一些特别喜欢单品 包括一些毛衣 一些妆外套 一些风衣 还有一些下装 一些裤子 还有裤子之类的 好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那第一天想分享呢就是我身上的这件棕色的毛衣 那其实今年秋天我买了特别多类似色系的衣服 就是红 棕 姜黄这种类似的颜色 我觉得这个色系真的是很适合秋天 就是它们既有那种秋天的感觉 而且又看起来非常的温暖 而且又非常的显肤白 总之是我 应该算是我秋天最爱的一个色系了 那这件毛衣的颜色是这样一个很好看的橘棕色 它其实是更偏橘一点的 然后它的材质是一个很不粗的这种棒针的材质 完全不扎皮肤 穿上很舒服 然后这件毛衣的版型我特别喜欢 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宽松的这样的一个裹型 就看起来非常的休闲 非常的轻松 那在搭配上 你下面可以搭配裤装 搭配裙装 或者像我这样就是直接搭配一条裙子 我就露出来都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搭配 那搭配这件毛衣呢是一条黑色的碎花连衣裙 那这条连衣裙的花色真的非常喜欢 它是一个黑底 然后上面有一些黄色的小碎花 颜色非常浪漫 非常的适合秋天 那这条连衣裙本身它其实是有总款的一条半裙的 但是半裙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它的长度 对我来说实在是有点过于长了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条连衣裙 那这条连衣裙的长度刚刚好是到大概较快上面一些的位置 我觉得是比较显瘦 显高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那接下来想分享呢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红色的毛衣 那首先它的颜色真的是特别好看的一个红色 它主色料是红 然后中间带了一些橘色还有铁袖色 就是非常显肤白的这样的颜色 然后它的材质是一个非常柔软非常轻肤的材质 就是你天身穿我觉得是很舒服 卖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它的版型也是这样的一个宽松的扩型 然后袖子这里是有一点抠袖 就看起来比较活泼可爱 那下摆这里是有一圈宽松的树边 你可以这样把它卷进去 这样会显得你身边身的比例更加好一些 那这件毛衣整体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好看的 很适合秋天的 比较轻松时髦的这样的一件毛衣 那我用来搭配这件毛衣呢 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条果身的半裙 那这条半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喜欢 首先它的花色真的是特别的适合秋天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就是细节感非常的丰富 有很多的树藤 然后落叶还有各种各样的花草 然后加上它的色系是这样的一个黑底 然后棕色的这样的一个色系 就整体是一条非常的浪漫 然后很适合秋天的这样的颜色 然后我用它跟我身上的这件红色的毛衣色搭配 也是算是一个色系的呼应 就整体看起来是很浪漫 然后很飘逸的这样的一种搭配 然后它的裙摆是有一些荷叶边 就更增加了它比较浪漫的这样的一种体系 那再说一下它的长度 它的长度是到大概脚踝以上的位置 是前短厚长的那个长度 既可以搭配短靴 也可以搭配那种牛筋鞋 我觉得都看起来都会是很精神的这样的一种长度 它的材质是一个棉码的材质 厚度上不算厚也不算薄 我觉得厚度是刚刚好适合秋天的这样的一个厚度 那总的来说这条裙子是一条特别百搭 然后也很浪漫的很适合秋天的这样的一条裙子 那接下来想说呢 就是我身上的这件米色底的条毛衣 那它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米色的底 上面有一些姜黄墨绿 还有棕色的条纹 整体的颜色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就很适合秋天的这样的一个米棕色 那条纹毛衣跟之前的纯色的毛衣比起来呢 可能纯色的毛衣的温柔感更多一些 那条纹毛衣的就是活泼轻松的感觉 会更加的多一些 那它的条纹也不是就是整个不满的毛衣的本身 那它是半身条纹的设计 我觉得看起来会更加的特别一些 那它的版型也是这样的一个很实身 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版型 就是看起来的休闲感会更加多一些 那它的领口其实是一个高领 然后我在这里把它稍微卷了一刀卷了进去 因为我本身的脖子不算长的嘛 所以这样会看起来就是显得让更加的精神一些 那我用来搭配我身上这件毛衣呢 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条棕色的当心中材质的裤子裤 那首先它的材质我要说一下 就是很多人对于当心中材质的一个 最大的忧虑 就作为裤装来说 可能会觉得它有些显胖 那因为它本身是有一定厚度的材质嘛 加上它有一些土气的条纹 然后但是这条我收到之后 其实是很惊讶的 就是它的材质就跟一般的当心中材质 比较起来的话 它是偏薄挺多的 但是呢又质感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轻浮 就你穿在身上觉得会跟 一般普通的裤子没有任何的区别 而且它的材质是有一定的垂坠感的 加上它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高腰的设计 就整体穿起来是一条很显精神 会显得下半身比例很好的这样一条裤子 然后加上这样的一个棕色 灯性绒的材质嘛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秋冬 很百搭的这样一条裤子 好那刚刚说完了几件毛衣 那接下来我来说一些 我买到的很喜欢的外套 那我先从几件西装开始说起 那第一件呢 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黑色的 这件西装 那这件西装是我从店里 就是试完之后立刻买下的 就是真的特别的喜欢 那我觉得西装它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的剪裁和版型要合身 就要适合你的身材 那这件西装真的就是 它的肩线非常的合身 然后它的剪裁是这样的一个 直身滚松的一个剪裁 长度是到大概大腿左右的位置 那它的材质是偏薄的 是一个比较有纯质感的 这样的一个材质 那现在秋冬的时候可以单穿 那之后冬天了的话 可以穿在一些冬天比较厚的外套里面 做一个叠搭 那这样会让你冬天的穿搭看起来 更加的丰富 更加多层次感应一点 那接下来想要分享的另外一件西装呢 就是我身上的这件深蓝色的 灯信绒的西装 那这件西装其实是我前两天 刚刚收到的 那收到之后试穿了一下 觉得应该算是我近年秋天 买到的最喜欢的一件西装了 可能因为光线的原因 大家看的并不是特别的清楚 因为它的颜色比较很暗一些 那它是深蓝色 然后是有一定光泽感的这样的一个 形容 那这件西装首先 它的材质是当形容的材质 然后非常的硬挺 质感非常的好 然后它的光泽度和颜色 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就它是有一定光泽感的 这样的一个深蓝色 就实物的质感看起来真的是很好 那它的剪裁也是非常的贴合身材 肩线这里很合身 然后身上是一个直身的剪裁 长度是到大概胯下面一些的位置 那搭配上可以用它跟裤装搭配 也可以用来跟裙装搭配 即可也是穿出那种比较帅气精神的感觉 也可以穿出那种比较复古浪漫的感觉 好那刚刚说完了几件喜欢的西装 那我接下来说一下 我买到的几件很喜欢的风衣 那第一件呢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 那这一件其实第一眼 从网上看到的时候 就已经很喜欢了 然后也是立刻把它买了回来 然后收到之后我也觉得就是 很符合预期完全没有失望 那首先说一下它的颜色和图案 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它的颜色是这样的一个棕色的大笔 然后它的图案呢是一个就是红 黑还有棕色胶织的这样一个小格纹 我觉得小格纹跟大格纹比起来呢 它的腹部感会没有过于多重 看起来就是一种刚刚好的 恰到好处的一种腹部时髦的感觉 那再说一下这件风衣的剪裁 这件风衣的剪裁整体呢也是一个比较宽松 破型的设计 然后这里落肩 然后它的身上是一个直身的剪裁 长度是到大概脚踝左右的位置 整体看起来就是一件非常潇洒 很浪漫 然后又很帅气的这样的一件风衣 那这件风衣在搭配上呢 因为它本身是棕色的嘛 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件基本款的摆地衣 然后下面搭配了一条同样是棕色的裤腿裤 这样整体看起来颜色会比较的和谐 是很适合秋天的这样的一种搭配 那接下来讲 第二件风衣呢 就是这件千卡齐色的比较经典款的一个风衣 那它的剪裁和版型都属于一种比较经典的设计 就前面有双排扣 然后这里是有一个插尖 然后袖口这里有这样的一个机扣的这样的设计 那这件风衣我觉得它的版型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因为它不像有的风衣就是这里会有一些收腰 就是会让人看起来比较的拘促一点 那这件我觉得周妮仪看起来是一件非常帅气 非常潇洒的风衣 它的长度比刚刚那件风衣要稍微短一些 是到大概膝盖下面一些的位置 我觉得这个长度看起来是更加的利落 更加的潇洒的这样一个长度 那说一下这件风衣我格外喜欢的一个地方吧 因为它是韩国的设计师嘛 我觉得韩国的设计师他们的设计 一般是偏比较宽松比较阔型的 会更加的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身材 所以这件的剪裁 它是这样一个直身宽松的剪裁 是比较偏阔型宽松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无论是它的长度 还是它的版型都是非常非常适合 我们亚洲鼓奖的身材的 那这件风衣的搭配上呢 我选择里面搭来一件黑色的衬衫 然后下面搭了一条蓝色的牛仔裤 那这条牛仔裤也是我近期买到的 很喜欢的秋冬单品 首先它的材质是偏厚实一些的 是比较适合秋冬的这样的一个材质 然后它的颜色是比较偏深的这样的一个蓝色 我觉得也是很适合秋冬搭配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那它的长度是到大概脚踝上方一些的位置 我觉得这个长度是作为牛仔裤 显得人最精神最好看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会让你腿部的线条比例看起来更加的好一些 因为露出了一件小腿 让你整体看起来也会更加的修长一些 那这次在穿的时候呢 我是把它的裤脚稍微卷起来了一道 搭配了一双短靴 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的精神利落一些 那想要分享最后一件风衣呢 就是我身上的这件 优衣库U系列的男款风衣 那这件风衣其实已经在之前的 优衣库U系列的分享视频当中跟大家说过了 那今天拿出来再说 首先是因为就是真的很喜欢 再有就是又拿它就是仔细的拍了一组搭配 就是拍得更清楚一些 所以今天就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具体的我就不再多说了 大家如果想要看更多详细的介绍的话 可以去我之前的有一部U系列的视频 就是一起看一下 那总之这件风衣 无论是它的材质 它的长度 它的版型 还有它的颜色 总的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完美的风衣 然后性价比也很高 那今天我又给它搭配了 这一件U系列的姜黄色的毛衣 下面搭配了一条格温的裤子 那这条格温裤子也是我曾经买到的 就是很喜欢的一些秋冬单品 它是这样的一个深棕色 然后上面有一些黑色的这样的暗暗的格纹 那它的材质是属于一种比较偏厚的材质 就是十个秋冬很保暖的一个材质 那它的长度是到大概脚踝上面左右的位置 就是很显瘦很显得很比较精神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那它是因为是一个一条比较宽松的裤腿裤嘛 所以我觉得对于身材的包容度会比较高一些 而且因为它就是真的是挺宽松的 所以我觉得等于冬天就是再冷一些的时候 里面再穿一条大皮裤的话 我觉得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总之这条裤子我觉得是一条就是很万能百搭的 适合秋冬的这样一条裤子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喜欢 那如果大家对于视频当中出现的任何单品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给我留言 我都会尽力回复大家的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咯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